- 下午4點半 歡迎收看財富長城 我是范英華 今天加權指數滿細菌性的 因為開高之後殺低 大家以為說完蛋了 要跌了 結果沒有想到就在平盤附近來盤整 最後面小漲了3點 收在了8870點 量的部分超過了900億左右 在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大家說好像要往下掉 也沒有 最後面還小漲 那麼接下來怎麼來看待呢 520行情要怎麼期待 現在這個階段來說的話 佈局到底該怎麼來選股 我們趕快邀請到的是高興投顧的 總顧問陳偉辰 顧問你好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顧問今天8870 最後小漲3點 人家說不痛不癢 漲了3點要做什麼 但是其實意義蠻重大的對不對 對 漲了3點 可是好幾次要漲停板 開玩笑 那麼今天我們看了一下新聞 很多人都在開始談520行情 那麼最早跟各位講 最早跟各位預告有520行情的 就在我們三立財經財富長城的節目裡面 而且還是4月份就預告了 不僅4月份預告你有520行情 而且還告訴你 到了5月份的時候 很多人會在外頭 等等等等 噔噔噔噔噔噔 所以5月份最大的陷阱是等待嘛 當然我4月份在預告這個5月份的氣氛 5月份的行情的時候 然後大家還有一點點想像不太出來 有一點莫名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4月份 哇很多股票都在漲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覺得5月份大家會等等等等呢 好就往下震過了一遍 換過了一次股 那麼大家這下子嚇到了 每天就開始等等等等 等著等著 很多股票又從這個地方開始上去了 那麼尤其有關於520的行情 在這一波裡面 我還特別跟各位 把這一波的細微波又一樣 跟以前一樣 事先規劃在我們三立財經的節目上 這是4月30號 你看到大跌70點這一天 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呢 這一天是可乘跌停板 那一天是加零易跌停板 我告訴你 這個位置點 你就應該開始要留意了 這中間要行經的程序 包含了一個小小的A 這是A喔 小B還有一個小C 好 那麼在上個禮拜五 他彈回來到這裡 對不對 彈回來到這裡 那按理來說 按理來說 今天就應該要有一次壓回 對不對 然後再往上衝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應該有一次壓回 然後再往上衝 因為上禮拜五已經走到這裡了嘛 那今天禮拜一是不是要壓回來 對 再往上衝 好 結果今天有沒有壓回來 他有壓回來 可是這個壓回來的 這個走勢 比這個還強 比這個還強 因為如果照這個 比較標準型的整理 那麼這壓回來 豈不是又要再跌一個70點 沒有 他老兄是直接怎麼樣 開高壓回來 開高壓回來 交代過了這個小C坡的壓回 對 那麼這個意思在幹什麼 好 這個就是我們在 我人在波浪理論裡面 常常教給你的 一種叫做上升奔走的整理 講而言之 那整理的形態有很多種啦 我可以這樣子整理 我也可以把角度怎麼樣 往上調 對不對 我的角度就給它往上調 我繼續這樣子整理下去 但是 整理整理 當然最後殊途同歸 都是這條路嘛 殊途同歸都是這條路嘛 所以 各位朋友你要注意囉 520行情 已經是漸在懸上 因為今天這個開高走低 不僅沒有不好 而且還特別好 這個特別好 就指數來講 它這個整理型態 這種角度的整理型態 又比原先這個怎麼樣 來得更強勢 對 然後它把角炮口啦 直接怎麼樣 因為要放煙火了嘛 對 往上才打得遠對不對 對 對 往上調嘛 準備放煙火 那所以呢 今天不等指數大漲 很多股票 今天已經 有好幾十家漲停板 有十幾家 像是貴家起來 對啊 像不像520的氣氛 像嘛 而且怎麼樣 520到了沒有 當然還沒有到嘛 所以 機會到底在哪裡 機會就在 事先預告裡面嗎 這個520的行情 我在上個禮拜 已經不斷的 跟各位講過 你說 偉辰老師 這個規劃 我還是怕怕的 那沒有關係 我說那你請你看看 政策 我們不要講別的 就政策 再做多什麼股票 投信法人最接近 政策核心的 這一些法人 大力光 可成 對不對 還有嘉蓮液 還有一大堆蘋果概念的股票 都已經先上了 還包含了怎麼樣 我們上禮拜跟各位講的這一檔 導播請上第三張字卡 2344的華邦電 立基型的第一任 今天華雅科也在漲停 對不對 那2344的華邦電 我們在這一天告訴你 你沒有在這裡一起佈局沒有關係 但起碼你沒有等那麼長的時間 這是起漲的第一天 你就不能錯過 然後那天還是只有8塊多 到今天已經10塊錢了 哇 佔上10塊了 對 因為大家有點不大了解 在Dram這個市場裡面 它的產業 因為輪動 低波當然就是最 比較基礎型的 像是 像華雅科 這類的股票 等他們 他們漲上去之後 這個立基型的Dram 它算是比較電後 在順序上比較 比較輪的比較後面 所以你不要看說 這檔股票 這D檔盤了兩年 好像不怎麼樣 我告訴你 這D檔盤了兩年之後才可怕 所以你說它是華邦 這個華雅科第二 我個人認為絕不過分 絕不過分 但是重點是 還是一樣 在這一波520的行情裡面 很多朋友還是困惑在於說 不是沒有股票滿 而是因為前兩天 前一陣子被大盤這個震回來 嚇到 嚇到了 等到 它的速度 非常的快 它那個震的速度 往下踹兩腳 它就上來了 上來了之後 主流已經這麼明顯的告訴你 而且你不知道 我們也在節目當中 也提醒你 你不知道 我也提醒你 好 過去 哇 一直漲 一直漲 那還沒完 那還沒完 那我們常說 眾得善因 得善果 對不對 你要怎麼得善因 你要在 人家 恐懼的時候 我們常說要恐懼進場嗎 可是很奇怪的是 大家就是這種羊群心理 每次最恐懼的時候 大家就緊緊的抱在一起 什麼都不敢動 你這個時候 你需要一個老師 到底他的作用是什麼 他不是在大跌的時候 告訴你說完蛋了 我們來放空 老師的作用正是因為 一個好的老師 他能夠看出 跟全市場 大部分的人 都不一樣的 趨勢方向動作 因為大家都知道 絕大多數人 怎麼樣 大部分的人 都是錯的嘛 所以在那個時候 發現華邦店 這都還沒有520 520都還沒來勒 可成跌停 剛好又是加連一也差連掛到跌停 好沒關係 做不做可成再聯絡 但是 可成我那時候 導播我們上一下 可成就在跌停的這一天 我們也在4月30號這一天 把可成的規劃告訴你 就是在這裡震 後面還有機會要創新高 在這一天 跌停這一天告訴你 好我對可成 有的人很關心可成 那我就告訴你 好那可成要怎麼走 對不對 這種股票他都還沒結束 那我還常講說 如果要有一個520的行情 你可以告訴我 能漲什麼股票嗎 股票你知道520那天 你可以想像 當時會有什麼題材嗎 蘋果要不要熱 要熱沒有蘋果的520 怎麼會有光芒嗎 對不對 然後呢 可成沒有變 結果呢 4月30號化跌停 跌停在那邊規劃告訴你 沒有 上禮拜五 頓day了一天 今天他就上來 對 有沒有繼續照著規劃走 有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股票 蘋果概念的股票 那當然是安全牌 safe 包含了可成 包含了什麼 導播我們看下一檔 加聯益 加聯益 也沒有變 我到今天看法也沒有變 他那天也是快跌停嘛 對 這些股票我的看法都沒有變 因為那是一個維繫人氣 一個相當重要的東西 重點在告訴你說 好 那會有520行情 那所以呢 這些股票 包含了可成 包含了加聯益 都在跌停那一天喔 尾程在節目當中 趕快跳出來告訴你 那還沒結束 那麼 還有蘋果概念股當中 當然我們也幫各位 尋找了一檔 好你說可成那已經漲那麼高了 對不對 加聯益也有一段 那麼還有一檔什麼 還有一檔精品股 這檔精品股 第一檔的精品股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它的利多是什麼 有4G的商機 到了六七月也有4G商機 題材要來 並且它也是蘋果概念股 我跟各位講 你在那天恐懼的時候 你先跟著老師操作 你不要想說 你如果害怕 有的人不敢去做夢 那你就先不要想那麼多 我先賺一波520嘛 對不對 520賺到了 不是結束 520賺到了 你就有信心嘛 對不對 來 就在一個地方 震來震去 震來震去之後 來今天也大漲 那開始 是不是 所以 大家想想看 大家想想看 在這一次 為什麼叫做洗盤 我才跟各位講 那個洗盤的過程 因為有很多壞消息 因為動不動 在那時候低檔的時候 好幾十架跌停板 大家會嚇出來 嚇死啊 因為價格是現實的嘛 那沒有關係 你在高檔有短條 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主流這些前面 蘋果概念在上半年 還算都是比較壓抑 都是到了下半年 蘋果新機iPhone6 已經要上市了 這才慢慢慢慢上來嘛 對不對 那當然這些股票之外 我也跟各位講 事實上 不是只有法人股 不是只有法人股會漲 既然520行情 已經在我們規劃當中 那麼 你要 我們要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 直到520嗎 直到520 那大家都不用玩了嘛 對不對 因為剩下兩個禮拜而已嘛 這一點我先跟各位解釋 答一下 520不是結束 520行情不是結束 那是第一波引爆的題材而已 那麼 這個引爆題材 它就有蘋果概念 帶動了相關很多其他的股票 你看今天連這張金瓶股 它都開始大漲了嘛 所以 機會怎麼會沒有 機會一直在你的面前 只是你一而再 再而三的 上市8200點你錯過啦 這一次呢 到了8000 8000 9000你當然會更害怕啦 可是很奇怪 機會 就在恐懼當中去產生 那麼 一檔一檔的找出來 我也跟各位講過 除了 除了 這些法人概念股之外 上禮拜五已經跟你講到了 前面 那些長得很兇的 我們 裡面的 前面的標股名單裡面 那一波表現最兇的 導播我們看一下標股名單 在上一次波表現最兇的有誰 建核心 有力望 對不對 有五峰 對不對 這些股票 你不要傻傻的想說 沒辦法來放空 我那時候已經警告過你 對 我當時 這些股票正要從高檔 要轉折下來的前一天 同日在4月7號 我同步告訴你 這些股票暫時不要追高 但是我也跟你講 你不要去放空 因為 正因為 正因為 整理整理完了 他們還會從 低檔 整理完後的低檔 他又再上來一遍 所以你不要說 8200你沒有買到人家 到9000點了 看他稍微有一點回檔 不然我再講一下 大錯特錯 大錯特錯 這些股票 你可以看到 今天標股名單裡面 不只是建核心大漲 力望漲 包含怎麼樣 前面我們講的 漢馬標股 連一三二億的大洋 今天他都漲停了 對 我告訴你 我等一下就來告訴你 他為什麼今天要漲停 很多股票在 這個族群 我們所挑選出來的股票裡面 當然不是每一檔 不是每一檔 但是我們精挑細選 蘋果概念 既然有這麼多股票 對不對 那滑那個DRAM 立基型DRAM 華亞科 華邦電 那都已經漲那麼高 那你有沒有把握到呢 那如果沒有把握到的話 接下來520行情 你要繼續觀望下去嗎 重點是 對我來講 現在這個階段 葛城 加聯益 或者其他這些法人的股票 或者在這個名單裡面的股票 對我來講 我現在最重要的 是幫我們的團隊來佈局 這個佈局 不是股票會漲就好 你懂我的企圖心 我 我們韋城事先在節目裡面 幫你規劃了這個520行情 還事先在4月份 就已經預告了520 所有的人全部會嚇到等待一邊 那麼現在這個行情 520就在面前 第一波我們要賺的 並不是要賺10% 20% 很多股票確實還有新高 可是如果只剩下10% 那我幹嘛浪費時間呢 對不對 這個時候 反倒是 我們要來積極的佈局怎麼樣 真正有倍數獲利 這樣機會的股票 剛剛提到的這一些 都是我們上個禮拜 跟各位講到這些法人股票 他們還有沒有空間 當然有 還會不會有漲 當然有 但是 連同這些法人股 或者這些 我們前一波的股票裡面 就有那麼兩三檔 要去怎麼樣 要去翻倍 也就是韋城堂跟各位講到的 漲倍股 所以 一定要把握 那麼 因為今天大盤 已經做完了 小西波的壓回 明天大概也剩下不了半天 廣告時間 趕緊不要猶豫 趕緊把電話給拿起來 驗證了規劃 驗證了我們對大盤 跟個股的規劃 這時候 你應該要更有信心 趕緊把電話拿起來 把電話給撥通 明天跟我們佈局這些長輩股 好 到底哪些個股現在準備要起跑 這快到終點 讓人家去跑到終點沒關係 不過起跑股股要趕快來掌握一下 那麼到底是哪些呢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美味大不同 健康烘烤炸 菲利浦新一代氣炸鍋 專業的研究團隊 老師犀利的見解 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給您最中肯的建議 給您最明確的方向 選擇高薪讓您放心 選擇高薪讓您坐擁高薪 高薪頭褲是您唯一的選擇 02-2717-5567 02-2717-5567 你有長期胃痛 胃脂肪逆流的困擾嗎 快打免費諮詢專線 0800-017-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喔 甜蜜家庭 遇上難搞惡靈 我覺得它有很多飛機 很奇怪 惡靈產生 5月9日 猝逼拍到丁 你有長期胃痛 胃脂肪逆流的困擾嗎 快打免費諮詢專線 0800-017-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喔 追求完美 永不妥協 自我進化突破卓越 我即是風格 ODI A8 首席視野 語聲獨具 進化科技定義未來 你有長期胃痛 胃脂肪逆流的困擾嗎 快打免費諮詢專線 0800-017-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喔 還可以 還滿清爽 很好吸收 沒什麼感覺 滿香的 七八百八 四百 他很喜歡 根據實測 百分之八十一點五以上的消費者 給予八十分以上的評價 屈臣式的啊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我也想要每天用它 入超索 我要買 認識我你會愛上我 屈臣式自由品牌 值得一試 全店七百種商品 兩件六六折 自由品牌同享優惠 信給母親 愛奇華 生茶花 美味便便便 菲利浦新一代氣炸鍋 配件好禮送 歡迎來到財富長城 這個階段大盤在震盪 而且之前殺得這麼兇 大家應該有一點信心受到影響了 這個階段到底該怎麼來選股呢 顧顧我們之前的標股名單當中 還有會繼續標漲的個股嗎 當然有 什麼叫做強者很強 是 好 那麼剛剛你跟各位講過 其實上禮拜已經一再強調 你看像到今天 宏達店的漲停板 上禮拜五 聯發科的漲停板 這個已經 化 政策的化 政策做多的這個態度 已經這麼明顯了 那麼 現階段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除了這些法人的股票之外 前面 標股名單裡面 這些股票在上半年 曾經有大波段表現了 當然還包含什麼 今天漲停的1321的大洋 好我們來看一下大洋 來導播請看一下這個第八章字卡 大洋在這個2月24號 你看今天都已經5月了 對 字卡都還在這裡 當時的節目畫面都在這裡 2月19號請你佈局 36塊8佈局的 一路漲到了 漲停之後 就來到什麼 48塊9 那來到48塊9之後 我們自然做了一次獲利的調節 為什麼當時要做獲利的調節 很簡單 我告訴你現在這個股票 要能夠漲倍 它不會那麼善良 很少有人像立望一樣 哇這麼漂亮 從100塊 一個月就漲一倍了 大部分的股票 它是中間怎麼樣 回過頭來洗你 洗到你門口 洗到怎麼樣 如果你在那邊是追高的人 那肯定進不起這一波的洗盤 它折磨你 它哪有 不然怎麼叫洗盤 可是這個洗盤 它是可以計算的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下一張字卡 為什麼今天大洋要漲停板 從波浪理論裡面 非常容易計算 因為從這個地方 大洋已經是一個ABC整理的 三十四天 又是一個費勢急速的完成之後 砰的拉上去 那麼這一類的股票 大洋或者還怎麼樣 還是其一 那麼還有什麼 我們當然前面提到了 像是建核心 我們導播請看一下建核心這檔股票 建核心 武峰以及力望等等 那麼建核心呢 在前一波 我們剛剛還跟節目 在節目裡面跟各位複習到 好 4月7號這一天已經來到56塊4了 當時上一次我們是在這個地方來佈局 2月18號來佈局 那麼 照那個地方呢 我跟你說 不要再追 那個時候告訴你先不要再追 可是你也不要空 你懂我的意思嗎 漲多的股票 不要追 因為它會整理 但是你別放空 因為中長線還沒結束 我們來看一看今天的建核心 好 今天建核心 剛剛 這個高點56塊多 最後還有更高 還接近過60塊 今天呢 怕的它有54塊 也就在你觀望的這幾天 已經從45塊 漲到50 今天最高來到55塊 今天這個紅棒還帶了一個什麼 攻擊訊號的意味在裡面 也看了前面這些整理過的股票 好 建核心 大洋 還有什麼 我們再看下一檔 包含像立望 立望也是 我們在2月18號 你看時間都是這麼長的時間 104塊半 在那個三立尾盤財經連線的時候 我們就每天跟各位講講講講 講到200塊 易華很心動 又不敢買 都不敢買 講到250呢 還是不敢買 當然還是不敢買 那麼3529的立望呢 就在那個時候 4月7號創下了240塊的新高 同一天在4月7號這一天 我也跟各位講 也不要再追 也不要再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立望 那麼立望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整理之後 眼看著5月8號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畢所期 又快要結束了 那麼今天在這個短 短線裡面 價格上 價格上 它已經經過了一個ABC的整理 對 所以這個價格非常的關鍵 發動的時間已經相當的近 所以這一檔又一檔的股票裡面 當然也包含了8076的五峰 五峰我們在上 這個我們是在 算是我們的老朋友 五峰也是一樣 你看 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在2月12號 好早 130的佈局 後來漲到了187這一天 告訴各位 不要再追了 那它隔天有高到193號 一樣 當時都不要再追 但是在上禮拜五 我也跟各位講過 它五峰連同建核心 連同立望這些股票 前面 我們有過很漂亮的一波操作 如果你當時跟著我們一起佈局 早就已經大賺一波 你跟現在在那邊高檔追 然後就被人家震下來的人 嚇得半死 完完全全不一樣 但是每個人都會有第二次機會 這個多頭 在4月7號 五峰送187的時候 為什麼叫你不能追高 因為怎麼樣 導播請接下一張制卡 五峰的佈局時間也已經接近 現在低檔又已經接近了發動時機 所以廣告時間 仍然預請我們的觀眾朋友 不要猶豫 趕緊把電話給播通 佈局520 好 感謝你收看 明天同一節再會了 拜拜